哈喽大家好我是惠子我终于回来了这期呢我要带给大家一个神秘的开箱视频 开的呢是这个大行李箱 这里面装的呢不是我买的东西 而是一些我翻墙脑柜从我衣柜里翻穿的衣服 我之前动态里说给大家要带来一个惊喜 这就是我的惊喜的第一个小部分 因为呢大家对我的喜爱 导致我现在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可以接一些拍摄以及一些活动了 这个箱子里装的就是我第一次拍摄要用到的衣服 这个衣服并不是我随便找的 而是经过一个专业的服装老师的指导 这个造型老师也特别厉害 她是最近特别火的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的一个造型顾问 没错就是她 并且呢她以前合作过的艺人有郑凯 袁珊珊 李晨 还有古丽纳扎等等等等特别多艺人 突然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样子 所以我经过她的一个包装 我觉得我的形象啊整体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提升 她给我搭出了五套衣服 是我第一次拍摄的不同的五套风格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看一下 她给我搭配的这些衣服 我觉得跟我平常的反差还蛮大的 而且我就光看这些衣服 我根本想象不出来 它怎么拍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想让大家也看一下 然后再想象一下老师到时候拍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下一期呢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拍摄的现场 顺便说不定可以见一下这位老师哦 哦好了那么我们就翻出来第一套look 这个是我当时跟老师沟通的时候 我们俩同时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套 因为这个外套呢是一颗这种皮的厚厚的毛衣夹克 然后呢这个是我爸的衣服很多年以前的很复古 然后很特别的款里面呢老师给我搭了一个鹅黄色的T恤 一个brandy的那个蓝色针织长袖 还有一个紧身的牛仔短裤 所以呢我给大家上身试一下看来是什么效果 这就是我的第一套look没有穿上皮衣的样子 光没有穿上皮衣的样子我就觉得已经很奇怪了 你说老师会不会是不知道这件衣服是这样 就是有点紧的感觉的 然后这个衣服应该怎么堆在里面呢 哎之前我不是减肥吗 减了大概十斤 你看现在我还是这么肥 老师还给我搭这种裤子 我觉得我会很胖的样子 下面我再试一下穿上皮衣什么效果 从后面看就根本看不到裤子了 然后里面这件衣服难道是要这样系上去吗 嗯而且我们常言说一套搭配不能超过三个颜色 嗯果然时尚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随便玩的 哎呀我觉得老师那么专业 他肯定不是随随便便搭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平常这么穿的话 我肯定是见不了人的 我非常期待老师到时候会出什么样的效果 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会搭什么样的鞋子 老师给我选了大概几双鞋子 就是有一双这样的黑色高跟 黑色的帆布鞋 百搭的小白鞋 还有一个这样的长筒的几只靴子 嗯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哪装鞋会配哪套搭配 然后还有后面的四套搭配 我就先不给大家试鞋了 哎呀真的是很难用常人的思维去想象出来 这些搭配出来的效果呢 第二套look回来了 你看死亡霉红色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 这些我们平常觉得完全穿不出去的衣服 老师是怎么把它们搭出来的 然后给你们看里面给我搭的是一个 咦这种短款的黑T 底下是一个宽松的白色的偏牛仔一点的裤子 其实仔细一看这套还蛮好看的样子 真香啊 但是又好像又穿不出门的样子 就很纠结 然后这个外面的衣服好像又有一点点的奇怪 有点短 不过老师当时跟我说了很多关于色彩啊等等 他说什么时尚要有壮色 他想要什么红蓝的衣服 让我上面穿红下面穿蓝似的那种 没错 各种各样的 所以大家会不会很期待后面的衣服呢 就都是很有这种大胆想法的 我就觉得 有意思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套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套衣服 这套呢是里面是有几个紫色的 这是裙装的套装 然后它是上面一个短款下面一个包臀的裙子 老师居然在里面还给我配了一个紫色的牛仔裤 然后外面配的是一个 然后外面配的是一个 我真的内心是崩溃的 我真的内心是崩溃的面对这套 哎呀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说啥了 就我把外套脱了给你们看一眼 这个衣服呢可能这个裙子套装还可以 但是这个裙子吧 就真的不知道怎么穿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套 每一套都是不同的惊喜 第四套呢是我最期待的一套 因为我觉得这个出片率很高 因为老师就是这个搭配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 它当时让我带一个旗袍 我以为是那种很柔的风格 结果 旗袍外面它给我配了一个绿色的皮衣 就真的很特别很特别 这件皮衣那是我妈妈的 也是好几十年前 这件皮衣比我还老 然后我翻出来 就发现原来家里的一些旧衣服 真的可以重新弄出来 然后有一些大片的感觉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可能这辈子都想不到 用旗袍配皮衣这样的穿搭 有的人表面上穿着旗袍好像没有问题 实际上你知道我塞了多久 减肥不容易啊 这个旗袍是我妈特别瘦的时候穿的 她套上皮 有的感觉吗 就真的蛮特别的 不知道你们这角度能不能看见我的肚子 所以拍摄前我估计 绝对不敢吃饭 皮衣直接这么穿上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拍 可能老师会不会也是想要像这样 露个肩呀或者这样子的 总之呢 这套我超级期待的 而且呢 跟其他的一样 惊喜 且难以想象 最后一套就比较正常了 是因为你们经常说什么 我像大学生啊 像工作几年的 像二十几岁 所以说老师一不做二不休 给我搭了一套学生装 好啦最后一套来了 你们看 就是黑领带 白衬衫 白裙子 老师当时还跟我说想要一个 比较oversize一点的衬衫 就有点夸夸的 大大的那种感觉 我还配了一个 校园必备 大光明大背头高刘海 你们一直想看的 之前一直想看我扎 但其实我 扎高马尾不是很好看 就一直没有扎 怎么样 校园青春 武像剧可以来找我演了吗 各位 霸气学姐 看来白衬衫啊 灵带这种东西 还是非常百搭的 这次相信我17岁了 那么这五套衣服就试完了 除了这五套衣服以外呢 老师还让我准备了一个 这种 纱裙 礼服类的 还有一条是这样的 也是我妈妈的 我的衣服裤 基本上都是从我妈妈的衣服里面找到的 不知道老师到时候会怎么穿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试了 其实我们要拍五套 但是可能不局限于我刚才给大家试穿的这些 老师可能会当场发挥他有一些想象力啊 各种各样的 再说 老师的思维真的是很让我瞩瞩不透 他当时呢也是 我给他找出这些衣服以后 他就 哒哒哒哒哒 就搭出了几套 然后 每一套里面还会多放几件衣服 所以 他可能现场 他跟我说是一种玩的状态 他说我们可以到时候玩一下这种意思 我就非常的期待 也特别感谢大家这么久 喜欢我支持我才 让我离梦强能这么快的接近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马上就要临来我人生第一次拍摄 其实我也有点紧张 有点小兴奋小激动 所以也希望用视频的形式跟你们分享 并且把我人生中这些重要的时刻呢 都记录下来 嗯希望你们也能 一直陪着我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下次拍摄 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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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